投影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多数人对它的印象都不怎么样 亮度低、黑色灰、色彩淡 这也是目前大多数投影的通病了 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 最基础的传统DLP投影需要一个灯泡作为光源 灯泡通过色轮被分解为色彩 然后照在数字微反射镜DMD上才有了像素 最后通过投影的镜组打在墨布或者墙上 这样就是一个投影的完整投射过程 大家可以算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一共有多少次的亮度损失 色轮一次、DMD一次投射到幕布再反射一次 所以尽管传统投影的灯光就要主动散热才能维持它的功耗 但投出来的画面其实色彩衰减都非常严重 更不用说还有灯泡寿命和亮度衰减的问题 它在我眼里就类似于TN屏 可以说是实之无畏气质也不太可惜 那业界肯定也知道这个问题 也早就想好了解决方案 激光就是其中公认最好的发展路线之一 很显然激光是从源头做出改变的 它让光源可以很轻松的变量数倍 然后再配合超短焦的设计 能大幅减少光线由于距离变长而导致的衰减 那激光对于寿命的提升也是非常显度的 基本上都是以2万到3万这样的小时寿命来计算 如果是全色激光 它也能显示出目前所有显示器都做不到的超宽广的色域 它能显示出人眼可见色彩的90% 几乎覆盖了全部的BT2020色域 那这么好的东西可以说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了 特别是全色激光的产品 超过100寸的大尺寸抖影 家用的话差不多也要10万左右 一直都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产品 直到后来有一家中国的公司做出了成本口控 效果也不差的方案 那就是来自光风科技的LPD技术 如果你对这个行业足够熟悉 那么看名字就应该知道 它并非三色激光的方案 而是采用了激光加荧光 最终也能做到比传统光源更高的亮度 还有更常的寿命 只不过暂时没有办法实现 三色激光那样恐怖的BT2020色域覆盖 但依然能做到超过BT709 也就是sRGB色彩的覆盖 但是在刚发布LPD的那段时间 光风科技还只是一个解决方案提供商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是没有任何存在感的 直到2016年的3月 在LPD 3.0技术发布之后 小米向它抛出了橄榄纸 小米光风一同成立了蜂蜜科技 研发制造销售激光电视和整机 小米自然是提出产品的需求 提供销售渠道和营销支持 光风则是提供ALPD技术的方案 在第一代小米激光电视的时候 就把价格定在了9999 从此拉低了激光投影价格 让大众的消费者 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买到激光影院 那说了半天 在2021年ALPD到底能做到什么样的画质 相当于什么级别的电视呢 这次我们就以小米最新推出的 小米激光影院2为例 看看这个采用了ALPD 3.0技术的最新的产品 实测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尺寸和清晰度 小米激光电视的外观 我相信大家一看就能感觉出来 它和传统的老式投影并不相同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采用了超短焦的设计 投射比达到了0.233p 这个数字是越小越好的 因为它的计算方式是投影的距离 除以投影的面积宽度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投出同样大小的画面 投射比越小 需要的距离也就越小 或者换一种方法 在同样投射距离的情况下 投射比越小 投出来的画面也就越大 对于小米激光影院2来说 投射80寸的画面只需要41厘米的距离 100寸的画面只需要51厘米的距离 就算是150寸也只需要77厘米 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放在家里的电视柜上 50厘米的距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100寸可以说是轻轻松松 我们之后的测试 也会围绕着100寸这个尺寸来进行 而在清晰度的环节 小米激光影院2的分辨率 可以做到最高3840x2160的4K级别 但这个4K其实并不是原生的4K 因为它的DMD芯片一共只有1920x1080个镜片 但这是虚标吗 也并不是 因为就算是同尺寸 同分辨率的DMD芯片 也并不都一样 更高级更贵的DMD芯片 会支持空间抖动 这么一种技术 这其实很好理解 和像素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 显示器不一样 DLP投影的像素 是由DMD芯片反射出来的 它打开的时候 可以把光源的光反射到投影仪的镜片里 而关闭的时候 对应的光路也就被切断了 看起来这个区域也就是黑色 那空间抖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DMD芯片制造商有这么一个骚操作 那就是XPR技术 它在DMD芯片的下方加上了4个电磁模块 能让整个DMD芯片在垂直和水平方向移动 如果我们输入了一个4K60Hz的信号 XPR实际上做的 就是把4K的信号分解为4个1080P的显示信号 在60分之一秒的一帧之内切换4次显示的画面 每一次都是120分之一秒 每一次显示1分之1的4K画面 最终也就能欺骗人的眼睛 让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比1080P更清楚的画面 而事实也是这样 这时抖动之后 让它看起来确实会比1080P更清楚 但很显然 它也达不到原生4K那么清楚的水平 那么这个分辨率到底够不够呢 我们可以算一下角分辨率 按照国际电联ITU的建议 角分辨率超过60之后 人就比较难分辨了 那么在100寸的时候 想要达到60的角分辨率 需要多少分辨率 我们以观看距离在2.7米的位置去计算 答案是水平分辨率需要达到2248像素 差不多等于4K的3840×2160 所以这如果是一个真的4K投影 那么我相信这个分辨率是完全足够的 那么抖动的算法到底能相当于实际多少的分辨率呢 比较遗憾的是 我们暂时也没有答案 所以只能折中一下 算它是1620像素好了 那么就在Better的级别 我觉得也是基本够用的 而且从实际的体验出发 有的时候清晰并不一定代表清楚 比如说一个4K的手机 它只有6寸的大小 一定是清晰的 但是由于屏幕太小了 你在看一些画面细节的时候 反而是看不清的 那100寸的画面 尽管有的时候你能看到像素点 但由于它的尺寸更大 反而是能更清楚的看到一些细节的 而对于激光影院或者电视来说 看文字本身也不是它的主要用途 如果你看的都是连续的动画 那么在习惯了大尺寸的大场面之后 确实会觉得小屏幕不够引 这也是投影仪最吸引人的地方 接着是亮度和对比度 前面我们提到了 小米激光影院2的投射比很小 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亮度 因为投射比的优势 让它的光线距离变短了 所以亮度的衰减自然也是更小的 可千万不要小看距离的影响 因为光照度等于光强除以距离的平方 在平方的加乘下 远一点也会造成巨大的亮度衰减 而亮度和对比度 一直都是投影仪虚标的重灾区 有各种各样的标准 但是它们的测试方法不统一 而且解释口径也都不一样 反而像迷雾一样遮住了我们的眼睛 那这一次我们不说什么光源亮度 也不说什么ANSI亮度 而是直接告诉你投影仪的亮度 到底等于多少尼特 从理论上来说流明和尼特是可以转换的 计算公式是尼特等于流明乘以屏幕增益 再除以π乘以屏幕面积 屏幕的增益我们暂时不考虑 用1来代替我们能算出来这张表 可以看到在100寸的时候 理想的情况下 如果需要达到300尼特这样普通电视的亮度 就需要3100流明 如果想要达到200尼特亮度 就需要2000流明 那么小米激光影员2到底是多少呢 它标称2400流明 也就是说在100寸的前提下 它的亮度可能差不多是200尼特左右 我们当然有实测 实测的亮度呢 平均则是165尼特 这样的亮度在晚上没有全屋照明 只有点缀光的时候 是有不错效果的 但如果你想要在白天有阳光直射的时候看 那它的观影效果就只能说一般般了 接下来还有对比度 小米激光影员2属于dlp的投影技术 因此它是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纯黑的 再加上投影幕布幕墙也会吸收环境光 所以对比度还会有一些下降 现在很多厂商都会给一个全开全关的对比度 这个数字可能是2000或者3000 小米标称的是3000 我们实测在全开全关下确实也能达到3000 但很显然这个数字和电视的动态对比度一样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真正有用的还是要看它的ansi 或者说是同频对比度 在这个指标下 我们实测小米激光影员2的真实对比度 就跌到了200到300比1 很显然就是因为暗部暗不下去造成的 这个数字和全开全关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你要知道传统的投影仪 可能真实对比度也就只有100多而已 所以它在投影里已经算很不错了 如果要和普通的显示器对比 那可能就是类似假的HDR显示器 在开启了HDR之后背光全开 你看到黑色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你经常要看一些很暗的场景 小米激光影员2确实不是很适合 但如果你看的都是明亮的场景 那么问题倒不大 接着是色彩和色准 对于使用ALPD 3.0的小米激光影员2来说 色彩是会比之前更好一些的 相对于ALPD 2.0仅仅靠蓝光激发 3.0加入了激光 所以能进一步提高颜色的亮度 我们实测它能做到91%的sRGB覆盖 但是你可以发现它的RGB 3.0覆盖的并不是那么准 绿色还好差距不大 红色的问题是偏橙 而蓝色则是明显偏紫 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光谱 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原因 ALPD 3.0的原始光源是蓝色的激光和红色的激光 蓝色激光的波峰很窄 波峰在456nm 而绿色很宽 波峰在516nm 但是平均下来你会发现它的波峰实际上相当于是525nm左右 而红色的波峰是640nm 但它在580-630nm的部分也覆盖了一部分橙色 因此蓝色偏紫就是因为它的波峰波长比较短 本身就偏紫 绿色差距不大是因为它平均起来的强度和传统LCD或者OLED接近 红色是因为掺杂了一些其他的颜色 所以并不纯净 最终没有展现出红色激光的优势 也就一些偏橙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ALPD 3.0的官方介绍 你能发现它的光源其实来自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红色加蓝色激光 这部分可以理解为它们不需要转换 就能直接打到色轮上提供蓝色和红色 还有另一部分则是用蓝色激光激发了黄色荧光发出了黄光 我们能看到的绿色和黄色都需要靠它们来实现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的色域覆盖会是这个样子 蓝色激光本身波长偏短 所以看起来就是蓝色 红色不够纯净 是因为红色激光的亮度并不高 为了提高色彩亮度就只能让一部分黄光加入 最终也就让红色变成了橙色 所以最终的色准表现其实也不太理想 它的平均DataE达到了5.5 而最大DataE超过了17 你能发现它大部分的颜色都有明显的偏色 如果你去对比一个sRGB或者p3的屏幕 就能发现明显的差距 但是投影题嘛大家也并不会用它来创作 所以我建议直接把设置里的色彩增强全都打开 索性看个爽也不要管色彩了 最后是接口音箱和噪音 小米激光影院2的接口东西要多说 三个HDMI接口都是2.0的标准 还有一个USB3.0方便我们接存储设备 剩下一个音频接口和AVInput 方便我们接其他的影音设备 光纤和网口也都有保留 而在声音方面它拥有4个扬声器 输出功率在30W左右 相对于电视来说 会因为尺寸还有摆放的限制有一些差距 但是由于它支持杜比全景声 所以也能用一部分的计算处理来弥补 整体来看它的音质在投影里还是算不错的 而在噪音方面我们实测 在最大亮度的情况下 它的噪音也就是在40分贝左右 如果你要离远一点 在3米正常的观影距离 那么它的噪音可能就只有20多分贝了 基本上和一个轻薄本的水平差不多 这部分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的 剩下的就是性能和软件了 其实在软件方面呢 它和小米电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CPU采用的是MTK的9669 内存有2GB 存储空间就是16GB 日常使用都不会感觉到卡顿 多开三四个APP也不至于重新加彩 它也支持M1MC以及其他的画质增强 系统设置呢也比较容易上手 这方面我觉得小米并不会让人失望 所以也就不多说了 OK 又到了总结的时候 我相信经过了这一轮的测试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在现阶段 配合专用的幕布 小米激光影员2这样的激光加荧光方案 最终能做到普通IPS LCD的水平 它可以显示出比较鲜艳的色彩 也能在非阳光指数的室内拥有能看的亮度 如果是在没有环境光的暗时 它的显示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由于电视面板已经足够便宜 如果你不是真的需要80寸以上的显示面积 而且电视又不是放不下 或者搬不进家门 没有任何理由买一个传统的投影 它在各个方面都不如接近价格的电视 如果你需要120寸甚至更大尺寸带来的视觉冲击力 但是家里又放不下电视或者是价格太贵 那么ALPD技术的小米激光影院可以做到不错的效果 白天大不了拉一下窗帘嘛 如果你追求画质 而且家里也放得下 那么电视一定是比同价位激光投影更好的选择 简单来说 使用ALPD3.0技术的小米激光影院2 已经是可以接受的底线了 传统长焦投影可能绝对价格是便宜点 但是如果你抱着家庭影院的预期去买回来 结果一定会是失望的 它的对比度亮度还有色彩真的是不敢沟通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点 那就是光风其实也推出了下一代的ALPD4.0技术 它将会升级到荧光加三色激光的方案 能做到差不多全覆盖BT2020色域 发光的效率也提升了30% 所以我觉得它的亮度和对比度表现也会更好 我很期待小米之后的激光影院3 会不会用上ALPD4.0 不知道那个时候还能不能保证万元左右的设价 这就是本次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对目前的投影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欢迎评论弹幕转发 我们都会看到 这里是永远赶不上热点的慢点评测 我是Nevis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